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Archair 今天是第一讲,是准备工作 准备Woodpress和Avada主题 Woodpress可以从百度上面搜索,有中文版和英文版 为了看着方便,我们选择的是中文版 这个网址 目前最新的是4.4.2 这两个都可以,我们下载上面那个 下一步是下载Avada主题包 正规渠道是SIM Forest的这个网站上购买 下载 在Woodpress导航 第一个就是Avada主题 我已经购买过,所以这里直接下载 除了这个渠道以外 大家还可以从淘宝 百度上下载原码 但是要确保是原封的 再看一遍 从Woodpress流行项目里边第一个 Avada 59美元 从这里购买是正规的渠道 有license 这是下载的文件 一个Woodpress 一个Avada主题 一个8兆 一个270多兆 大家不要被这270多兆吓到 真正的主题没有多大 只有几十兆 里面还有大量的插件 优化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解压缩看看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先看看Woodpress Woodpress里边一共有三个目录 这里边的文件 我们尽量不要去动它 因为以后会牵扯到升级新的版本 我的命是Woodpress的管理后台 Content主要是插件和主题 英可录的是Woodpress的包含文件 我们主要来看看Content Content的目录里主要是主题和插件 Avada目录将来会放到SIM文件夹下 我们再看看Avada主题包里都有什么 这是一个说明 这是一个说明 这是主题包 最关键的东西 上面那是Avada的子主题 一般情况下都用不到 我们主要以Avada.zip这个35.7兆的文件为主 解压缩 我们把解压缩出来的这个目录 我们把解压缩出来的这个目录 放到Woodpress.content.sims这个目录下 在SIM目录里面有三个文件夹 这三个文件夹是Woodpress默认主题 我们增加了Avada主题以后 在Woodpress后台外观设置里面 就能够启用Avada主题了 下面我们看看Avada主题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一共是63.7兆 这些东西我们尽量不要去动它 因为Avada主题每月都会更新 如果你修改过主题的某个PRP文件 将来有了新版本 你不要忘了把那个新版本的也要改掉 这个Avada包这么大 里面有很多插件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插件包是48兆 Fusion Core这个插件是Avada的核心插件 没有这个Avada是不能工作的 也是相当于一个编辑器 这是导入的目录 占了35兆 Avada里面有很多主题 以经典主题为主 经典主题占了5.1兆 第一个是它的Xmail文件 这些文件其实我们只是看看就好 接下来我们要修改两个文件 在Wordpress Wordpress 应可录的加 每次升级完Wordpress 记得回来要修改这两个文件 一个D开头的文件 一个D开头的文件 找到40 我们把它改成256或者是512 修改这个能够提高Wordpress的性能 默认限制的太少了 现在主题用到的资源都很大 另外一个是S开头的 Script Loader 我们找到Google API 这个文件里面有很多Google API.com 它是谷歌的前端库 我们在国内是不能访问到这个地址的 我们要把它替换成 谷歌的镜像库 360前端库 直接替换 好了 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下一步是把代码传到FTP上 我选用的是万网阿里云的虚拟主机 配置并不高 但足以应对Avada的基本操作 在这里有几个设置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就是PHP版本 我选用的是PHP5.2 但是Avada的基本要求是PHP5.4起步 在这里选用PHP5.2 是因为在导入DEMO的时候成功率比较高 也许是阿里云这款主机的个案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左侧跟目录包括所有的文件夹都传到远程上面去 传输时间比较长 我们先看看Avada对环境的要求 我们先进入Avada的官网 在导航上有一个support 这是它的技术支持 下面有四个按钮 第一个是支持库 第二个是在线文档 也就是Avada主题的使用说明书 内容非常的多 非常的详细 第三个是视频教程 我们在国内也是看不到的 第四个是提交工单 需要有Avada的license 我们先看看在线文档 文档的目录非常的详细 有怎么安装DEMO 设置 头部 页面 编辑器等等 我们先看看对环境的要求 第一是Wordpress 3.1 这个建议大家用最新的Wordpress版本 这样比较安全 它的建议是PHP5.4 做一个普通的展示网站 PHP5.2还是够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服务器 可以修改PHP.ini的话 建议你修改这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执行时间 建议改成360 第二个是内存限制 推荐改成256 这个是PHP的内存限制 刚才咱们修改的是Wordpress的内存限制 是两个东西 本集视频主要讲解的是 Wordpress和Avada主题的下载 修改和上传 下一集我们准备讲 Wordpress和Avada的安装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再见